快時尚風靡全球 衣服平價又好穿 從過去一年只需要買四季 到現在一年五十二週都可以有新衣 但無論你買多買少 都必須知道 台灣的下一場垃圾大戰 就是沒人要的回收舊衣 台灣人的舊衣 過去不是流向工藝團體 就是進入工廠 整理出口到東非 西非 與東南亞等國家 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以前都有出印尼 印尼現在不給勁 說穿舊衣會得艾滋 不給賣 菲律賓 柬埔寨 你去那邊 人家那個大樓現在一直在蓋 你想誰要買你的舊衣服 全球經濟利雨生產東移 過去台灣認定的落後國家 早有能力買新衣 另外像是肯亞 烏干達等東非六國 為了保護自家鎮興起的紡織業 更提案在2019年禁止舊衣物鞋子進口 那以台灣來講 一年有520萬件的衣服 也就是說平均 每分鐘有9.9件的衣服被丟棄 所以現在資源回收 把很舊衣回收了 已經沒有太多的利潤 這麼多龐大的這些資源 其實大半都進了 掩埋廠或者是分燒 台灣每年6萬噸的舊衣 已有一半被當成垃圾燒毀 若再斷出口 台灣舊衣將無處可去 但在台南油股力量正在興起 這些衣服其實只是沒有得到 一個良善的再利用 那就會變成垃圾了 所以在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更多民眾 他可以了解怎麼樣舊衣 可以來改造 台南布商免費提供設計樣板 縫紋機教導民眾如何用舊衣 做出包包工作圍裙 讓舊衣再生 這只是最基本 一般客人訂 可能他說幾萬碼 或者幾千碼 所以他交貨還是 有時候會留下一些尾數 那不要他可能就是 留下幾十碼 這些東西日積月累就很多 台灣是全球快時尚品牌的 重要供應商 以宏遠新業為例 每年必須開發大量的樣品布 滿足國外客戶 但同時會留下 跟山一樣高的剩餘布料 現在這些堆在倉庫的剩布 有了新出路 總之你今天來的想要挑 什麼類型的布嗎 我想要找一個 具有溫度感的布料 這個布料本身 它會有帶微微微的彈性跟厚度 台南布商 與工研月攜手合作 成立整合平台 讓國內的設計公司 可以直接買到這些 過去專門外銷的高品質剩餘布 市面上的店面去找到有限的布料 然後這布料的選擇就非常的局促 但並不代表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如果能夠直接進入到工廠裡面來 哇 那個都是寶庫 它是布料的寶庫 就像布料銀行一樣 這些台南布商的夢很大 除了煤盒設計師與供應廠 他們還打算往下扎根 與古都基金會合作 開了剩餘布的布料銀行 用低於市價價格賣給民眾 更提供場所 讓剛畢業的青年設計師進駐 利用庫存布創作 設計的圖樣說的都是台南的故事 會不會賺錢 這個我們倒不是 放在最優先的順位 那我們很希望說 這個模式如果可行 那我們更希望看到是 有很多這樣的據點 在台南的各個角落 從企業到民間 台南正培育青年人才 打造具有特色與競爭力的商業機制 讓就醫與餘布有了新生命 雖然是剛起步 但已打造出 回收利用生態系的雛形 然而分散在各縣市的你我 可能會想 台南案例只能算是單一個案 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我們這幾年 我們基管會就是 由補助各縣市政府 做村裡直收站 它用點數跟民生用品給民眾 那村裡直收站的這一些直收物 它再去變賣 那這樣也可以增加我們村裡直收站的 這個經費 那可以回饋村裡 現在台灣的村裡直收站 讓李明參與細分類 可交由清潔隊運銷或外售回收商 讓參與者皆可獲利 我們將有機會 不需要第二台自收車 雖然現在仍有非常態性營運 人力不足等問題 但有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自收物分得越細 價值越高 大家都有力 大家都是玩真的 那麼回收體系 就根本沒有低價洋垃圾 來搗亂的空間 問題是你願意捲起袖子 參與這場回收盛會嗎